大家好,我是沈医生 很多人呢,他一活动就气喘吁吁,马上就会出汗 特别是在天热的时候,甚至可以用汗如雨下来形容 其实身体排汗是一种正常的生理活动 可以帮助我们调节体温 但是这种大汗淋漓就提示我们身体处于压健康状态了 很有可能就是废气虚了 今天就给大家分享三个增强废气的小方子 帮助大家摆脱压健康状态 首先肺主气通过呼吸运动为我们提供氧气 肺的功能减弱,吸进来的气自然也就会减少 稍微一活动就会感觉上不来气 另外气有约束汗液的功能 现在体内的气不足了,管不住汗液了 那么我们是不是就很容易出汗呢 想要解决这个问题,光止汗是没有用的 最重要的是补充废气 这里我们可以用黄芪煮水喝 坚持一个月以上会得到明显的效果 黄芪补气固表止汗的作用 需要强调的是一定要用水煮 很多人泡水喝 水温达不到有效成分出不来 药都被浪费掉了 第二点我们可以锻炼一下腐视呼吸 腐视呼吸可以增强我们的肺活量 肺活量增加了吸进体内的氧气也就会变多 那血液中的含氧量是不是也就会提高了 血液含氧量提高了,我们的身体素质也就会有效提高 什么样的呼吸叫做腐视呼吸呢 我们可以先把双手搓热放在自己的肚脐下面 用鼻子吸气,用手感觉到气体逐渐把腹部充满后 再将气体呼出去 这样做完一个腐视呼吸,坚持这样呼吸 可以提高我们的肺活量 电视剧练功前所说的气沉丹田 就是这样一个状态 第三个办法就是拍打我们的肺经巡形部位 可以很好的补充肺气,改善气喘吁吁的状态 怎样找到肺经的巡形部位呢 我们身上有两条明显的线 一个是腕横纹,一个是肘横纹 大拇指朝上 这两条线外侧点的连线就是肺经走过的部位 一手握空拳敲打这条线五分钟 再换另一只手臂拍打巡形路线 免除找穴位的麻烦 还能广泛的激发精气,一举两得 很推荐大家尝试一下 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三个补肺小技巧 你学会了吗? 你平时有什么表现呢? 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讨论 关注沈医生教你更多的健康知识